金金国际建议 欧美海 我是福州大学发酵工程 专业毕业 然后呢 从事这个蛋的产业 从95年1月开始到现在 接近30年 我们一直从事这个蛋的全产业链 就从加工到养殖 到育种 还有产业服务 我们要把好鸡蛋给百姓吃 所以我们是对标世界一流的鸡蛋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 我们这个养殖场一天平均大概35万个鸡蛋 一年大概在1亿个 大概1亿1000万个鸡蛋 这个养殖场 第10年我们最重要是发展 数字化和智能化这个养殖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每一个鸡蛋 它的来源都非常的清晰 每一批鸡 它每一天的生产效率都非常清楚 通过这个机器人的协助 让我们的蛋鸡养殖的营养更加精准 它的产业一线的 都是人工技 机器人在操作 我觉得它很合现代化 它们的所有一切就是 减少人工 然后增加机器的运作 然后并且它们在机器运作 还有人工的一些清洁消毒 对于食安上面会更加的严格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吃得放心的 这个鸡蛋 应该是可以向全世界发展出去的 因为它是真的好吃的